沒有拳擊的話就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不會讀書 算很窄吧 沒事的時候都在家裡玩手機 我其實很多次想要放棄掉 因為真的太累了 老師就是每天打舞 就算只剩下我一個人 他也是默默地陪我 陪我說一定要走下去 六點 我不等 直接要來練習 一路陪伴支持孩子的陳哲宇 是社區服務協會的社工督導 也是個拳擊老師 把這一關關掉 每週至少兩次的夜間拳擊課 地點就在協會的頂家空間 這裡有點陽春 但訓練可不馬虎 陳哲宇當過國手 指導基本功的重要 動作做大 腳步擴大 練好拳擊也許才能翻轉這些 來自龍恩浦 三鷹和南靖部落 孩子們的命運 就像當初的他一樣 他們不是不認同自己 而是害怕不被認同 泰雅族的陳哲宇 國小時從部落搬到鷹哥 才深刻體會都市原住民的無奈 我聽說什麼 我們家旁邊一個叔叔原住民 他可能他上班習慣又不好 抽菸然後又賣棕貨 然後又幹嘛的 然後就很多一些負面的形象 都會往我這邊接收 但是我那時候接收到的 就是我的家人 沒有人這樣子啊 為什麼都要給我這麼多的一些 標籤紙在身上 我就不喜歡接收這些東西 為了撕掉標籤 當年他刻意訓練說話 避免口音 也怕旁人注意到他患有小耳症 幼耳聽力受損 青少年時期過得好彆扭 直到認識拳擊 我一昧的追求就是想跟大家一起 對 可是卻忽略我自己的未來 還是得要顧 對 那沒有目標的情況下 我覺得好像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我什麼都沒辦法做 後來是同學吧 同學就有問說 不然就是要不要跟他們 一起去打拳擊啊 好 反正去坐啊 媽媽是反對的 擔心她會被K到傷腦袋 校隊當中也有人質疑 國三才練太晚了 但這些都沒讓她打退堂鼓 我一定要咬牙伸下去 我覺得就是那種信念 讓我覺得打拳擊她不會去拋棄 因為我想要做到這件事情 就這樣她比別人花更多時間苦練 在全中運打出冠軍成績成為國手 還到越南比賽獲得亞軍順利升上大學 畢業後成了圓民局派駐國宅的管理員 這一天她決定在去做家訪的路上 帶我們看看當初她服務的地方 人生的轉捩點 隆恩普國宅安置的都是2008年被破遷的 舊三陰部落族人 在這裡陳哲宇看到好多都市原住民的困境 和比當年的自己更迷惘的青少年 問她說為什麼不需要 是他們說就是為什麼要去學校 去學校又被老師誠意又被老師罵 我想去再去 我不想去我就待在家裡 然後期待一來我就跑給他催 所以忠措幫派和毒品問題嚴重 看不下去的她真想做點什麼 有天她看到孩子們在打籃球 他們這樣整天都日夜顛倒 然後可能都睡不好 叫幹什麼可能會打得好幹嘛 發現他們的體能狀態都很好 對 然後就可以打很久 而且投籃又很準 跑步又跑得很好 身體條件都很棒 那我就第一個念頭想到說 如果這些孩子如果有機會 我帶他們打拳擊 那他們不是很快就有辦法 拿到一些好的名次嗎 然後把我的一些過往 對 正向的經驗分享給你們 會不會有機會去翻轉掉這個 就是中錯的問題 她馬上去借了兩副手套手把 就這樣利用自己的下班時間 號召打拳 拿的就是那種正式比賽的 他們看到他們整個很興奮 然後我就教他們怎麼正確出拳 左支拳 右支拳 然後然後三座防禦這樣子 然後再教他們就是怎麼打擊 打擊哪個部位 看起來很帥的運動 果真吸引人 從一兩個小孩到後來每次練習 就有五十幾個大人小孩聚集 開課頻率還從每個月一次 變成一週三次 充滿國異的地方 對啊 就一回來 大家都認識啦 當孩子們都來找哲宇老師 遊蕩鬧事的就少了 但就在他對成果感到欣慰時 一個很有天分的學生 因為家庭因素突然退出 繼續自我放逐 最後還加入幫派 陳哲宇一度好灰心 考慮就解散了吧 我也覺得難過就是為什麼 你要決定的說走就走 對 那其實後來是轉個念想說 我們不行 我不能再讓我手邊的其他孩子 慢慢這樣子留掉 那我要更在意每個孩子 他的訓練跟他的家庭的每個性結 我都必須要去在意這個 他要變比較乖馬打拳之後 家庭是影響成長的關鍵 幾經思考後 還是放不下孩子的陳哲宇 決定轉行 進入兒少協會工作 並進修社工專業 藉由做家訪再幫學生多一點 這天就到南靖部落 拜訪家賢的爺爺 說到這孩子 他也是煞費苦心 蘇家賢其實是一個很有衝勁 想要做好事情的人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都沒有辦法被看見 為了把人拉出家門 陳哲宇透過同償 還幫忙規劃升學 去打動家賢和家長 學全體我們可以讓孩子們變怎麼樣 學全體之後我們可以讓孩子們升學 或者是有其他的更好的管道 或是他的孩子會變得更好這樣子 把那個利益跟他們講清楚 當初他就是這樣慢慢又把全集隊撐起來 還到鄰近的三峽國中開社團 讓更多人加入 他發現一個人的轉變會牽動一個家 他怎麼成績變那麼好 他的爸爸怎麼因為他變得更積極 在努力工作了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大家都會有看見到一些好的感想 所有付出都有意義了 不料就在一切不上軌道之際 竟接到協會要被裁撤的消息 好不容易進步的孩子們怎麼辦 失業了該如何是好 那時陳哲宇的妻子才剛懷孕 我去跟我老婆講說 我先去找個加油站 或是樓下支援電影先撐一下好了 他跟我講說 我不希望你去做你不開心的事情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其實聽到他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就整個很枯萎 崩潰 還好有太太支持 也還好有同事楊家賢 他也不捨學生 於是建議陳哲宇一起找資源 來延續客服班和全集隊 別讓改變中斷 當初的堅持是對的 中措的孩子減少了 今年七月底的全中運 全集隊表現還很亮眼 其中蘇嘉賢就在50公斤量級奪冠 一度因為體重難控制 想放棄的陳雲威 也有亞軍的好成績 小小全集隊獲得七金二銀 共識多面獎牌 來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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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積極 動作積極 到底全集是如何改變這群 本來不被看好的孩子 他們接受到的訓練 跟他們的一些自我對話 其實他們是比同齡層的 孩子們的認訓是更高的 他不只是運動 更是心性的鍛鍊 撐過了就成長了 好 來 預備 力道控制 力道控制 沒有情緒 我們都一直不斷地去跟孩子們講說 放棄轉頭就好 可是努力堅持是很難的事情 在練拳擊或是在生活路上 大家其實尊重的都是 你在某一件事情 在好好的面對去認真去學習 然後不放棄的那個精神 而不是你好像多有成就不對 而是你那個精神才是大家想要的 所以陳哲宇常說 拳擊不是唯一出路 但認真面對 他會證明努力堅持的人 終會揮出翻轉人生漂亮的一擊 練拳擊之後 就比較有責任感 最大的木頭 就是變得比較活潑一點 不管再怎麼大的壓力 就用比他更大的壓力 就用比他更大的壓力頂上去 他的那個笑容 其實是真的我不想放棄的 然後當他們只要回過頭來跟我講 老師謝謝 我覺得我就是 喔 想到會掉也掉也 就是一個就好 好 好 好